基隆就业中心将在8月24号下午2点到4点之间 在六度分战办理联合征材活动 邀请10家优良厂商提供265个职缺 欢迎想要求职或是转职的民众踊跃参加 而基隆就业中心也已经在8月19号以及20号 连续两天第一次应邀和永联物流开发台北园区合作 直接到位在新北市瑞芳区的永联物流开发台北园区 成功举办由8家优质厂商 总共释出172个职缺的联合征材活动 后面也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厂商 有在为各自的职缺做一些介绍 当然也希望疫情过后 物流业的发展能够吸引到年轻朋友 尤其是年轻老公朋友的注意 那也能够为下一次我们未来的合作来做推进 那这是我们第一次把这样子的活动 跟我们园区的客户联合拉到这边过来 那第一个也是希望可以让不同的人才 看看这个里面的就业环境 包含我们这边的餐厅 其实是呃员工中午早上可以休息的时日 那呃工业工的这一个环境 其实也呃显示了我们在设计整个人区的时候 对于呃人才在不同呃生活工作用餐休息时候的需求 我们也希望可以照顾到一个职缺的种类的人 跟物流啦或是说一些仓职 那也有行政管理也有机械的维修 那甚至还有一些运势 那所以种类非常的多 那这个物流共和国里面呢 其实也是希望说我们的 不管是转责或是求职的这些朋友 可以更加了解到物流的这个产业 其实他们跟财新收拾非常多面向的 双方面都表示受到疫情影响 物流业更受到外界的重视 未来基隆就业中心和永连物流开发台北园区 将更加密切合作 没和更多工作机会和职缺 同时也为物流共和国内的厂商找到优质的人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